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 我叫勇 从苹果拆拿工作 我想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中国企业去美国 就发展生意很难的 所以我估计你去北美市场的时候 就肯定遇到困难 能不能给我举个例子 什么样的困难你怎么可复 谢谢 第一个我们发展美国市场之前 其实我内心就知道 美国这个市场是对我们来讲挑战很大的 我依然去了 重要的是我看到的榜样 这个榜样是三松 对于亚洲的企业来讲 在美国想取得成功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因为美国的技术创新是非常快的速度 全球的人才也集中到了美国 那对于一个不是本土市场 Homeland市场 并不是在美国的公司 怎么取得成功 我想今天三星 告诉我们的一个亚洲的公司 如何在美国取得成功 这是我当时内心的一个star 一个榜样吧 当UC在进入美国的时候 我们遇到的最大的这个压力在于这个两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呢 就是美国本身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竞争对手 就是Google 这个Android 这个和那个Chrome 还包括Suffer 这个苹果的 对于在中国和美国以外 我们两个人呢都叫这个外国公司 所以说呢我们既没有竞争的优势 也没有竞争的劣势 当然在进入中国的时候呢 我是这个本土企业 我有优势 但反过来当我进入美国的时候呢 我就外国公司 像Google呢 像这个苹果的Suffer 它就是本土的公司 所以说他们既然已经很强的 又是他们的本土市场 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 因为从Brand Name品牌来讲 它已经很强了 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这个 在美国的时候 如果如何去理解美国用户的需求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困难的事情 为什么 他不是Engineer这个工程师 就是这个理性的能搞明白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大家看美国的股市 股市上升的时候是什么 Green Color 股市下降的是什么 Red Color 中国股市上升是什么 Red Color 中国股市下降是Green Color 你说这个红和绿对于Engineer来讲 没有什么区别吧 但是这就是我觉得 这是用户User Experience方面很大的不同 所以说如何让这个我们知道 其实红色的上升的时候 天天就想着 红色其实是危险了 所以这对于我们的这个 在设计产品的时候 是很大的挑战 今天的话 这两大挑战我依然还没有解决 当然还在努力 对 应该遇到什么时候 绿对吗 Kafлер